艾莉莲 迪大鲔 环城曲類 各位 大家好 好 我來自台東 有沒有人去過台東 台東 台大 跟你們講 簿相是可以 可以 wollen 大家去那邊 可以 我们家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工序 每天只要是不下雨天气很好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日出 如果这个日出 我会一直在那个地方 我会这样 有时候会从这个时候 就是看时间的不一样 出校的时候就很不一样 你看到 这是现在用手机拍的画面 这也是白天升上来 晚上 新鬼 现在去那边玩的朋友都是为了拍这个新鬼 这里比较没有光害 原本是说三千台要做这个灯 后来台动 三千台 有去过 没有去过 有机会去那边 到台马里 再往北 台马里离这边它一百公里 很近 那出路是另外一条路 这个不是三千桥 这个叫巴董 三千桥是另外一个 这个巴董 他是说 不撞出来的 三千台故企不叫三千 叫做比西里安 比西里安 是阿美族的名称 比西里安就是有羊群的地方 我早起了那些祖先 他们会来到这个岛上去打猎 打山羊 因为山羊是他的体喜欢到雕石那边 有带点盐分的成分 所以呢 他们就有那种需求就会到 而且他们都到那个悬崖峭壁那里 他们就是不会掉下来 特别的地方 那过去这个东海岸 是阿美族的成果名称 长得都是 从台东湿地区到花莲市 那海岸山脉都是阿美族 那阿美族 最特别的是他的那个摩西社会 阿美族的男性 比较有身份地位 他不像那个所谓的 中国的那种大男人族裔的那种 社会 那阿美族男人 要 他们不是娶老婆 他叫入罪 入罪 那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女婿 你们知道女婿 阿美族叫 gatafu gatafu的意思就是帮佣的意思 所以 那个 丈夫到了太太的家族 因为他是入罪地区的 所以没有身份 所以 他只是造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雇佣的人工 雇佣的人工 那 过去也很 老公被修掉很容易 不是老男的修女 是你的修男 只要你的岳父岳母 对你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他就叫你把你的包包放在侧 你就要摸摸鼻子 就要走 就到那个所谓的官夫所 所以官夫所就是我们的集会所 那到集会所里面 里面都是那个被修掉的男人 这个地方 那当然他们不是没有工的 有功能 就是要保护 这个物落里面 村庄里面的这些安全 防止役 军列 然后保持这个 这个传统领域的安全 以后不要打猎 或者是到海边去做捕捞的时候 才会有足够的这种必需品 来让你去取用 那今天 你们 你们非常勇敢 你们是勇敢的台湾 哈哈 好 这个 三仙台过去就是八仙洞 那那个八广桥 他们是说 这个 有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 那个三仙台就是那个 旅动兵 和线固 跟那个 旅铁拐 那三仙台的第一 第一颗石头 跟第二颗石头 黏得很近 黏得太曖昧了 所以旅铁拐一看 哎 你们怎么做神仙 什么可以搞曖昧的事情 就批了一下 中间有一个列号 这一线列号 就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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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两块石头 是它前面有一块 那这个 这一块 他们说叫 这个八斗桥 是指八仙过海的意思 那 杜撰出来 跟 岩石的历史 没有关系 那 这个八仙洞 就是他们说 是八仙住的地方 好 这个就是一个 强 用信仰来强制 台湾以及 研解中国的信仰 什么官兵 民啊 妈祖 那个都是从中文 什么官公公 跟台湾本土信仰有关的吗 那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八仙洞 是因为告诉大家就是说 台湾跟中国没有关系 你们知道这个八仙洞 它有人居住的时候 这个是在旧石器时代 已经有人在这边居住 大概几年 你知道吗 五万五千年 请问各位 中国的历史最久 可以追到几千年 五千年 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传说 秦始皇以前 孙修藏的时期 对不对 夏商周 那个都是传说 什么皇帝啊 夏商周 事实上找不到任何证据 第一个有证据的就是秦始皇 以前还有一点点 这算是这样还有一些证据可以 所以加起来两千多年而已 那我们这个五万五千年 那你认为台湾是中国 是从中国来的还是 中国 中国是从台湾来的 有一个事情是在发生的 有一天啊 有一个历史 专门在研究人类的一些学家 就宣布了一个他们的著作 怎么说 有一天他们说 韩国人就跟中国人讲说 中国人的祖先在韩国 韩国人很高兴 结果有一天 这个日本人就跟韩国人讲说 日本人 韩国人的祖先是日本过去了 韩国人就不高兴 那有一天台湾人就跟日本人说 日本人的祖先在台湾 所以 不高兴也不行 因为这个是 最近在两天的新闻 有一个日本的学者 已经发表了这个文章说 日本人的祖先确实是从台湾上去 他们做什么上去呢 他们做那个草船 草船 那个草编织的船 竟然可以在五六个人这样滑船 可以滑到日本去 这是日本人自己的研究 那事实上 证明 台湾确实是很多国家的 發源地 像台湾有好几个民族 过去曾经多到四十几个 然后后来我们最新的资料是二十几个 不管是在东坡还是西部 都有 都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台湾 那不管它的扩散方式 所以人家就研究 整个南岛宇族的发源地是在台湾 它是扩散到藏门的太平洋南岛 一直到澳洲流西兰 那有一批人是从北边 北边到了 再从日本再扩到西边 到韩国到中国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的真正的 来 旧十七时代 六 不要说太久了 三千年 六千年 六千五百年 六千五百年 在东海岸随便就是三千年以上的人类遗迹 有没有 各部在东部景航春半达海岸 出现至少一万五千年纪 可能最早距今五万年左右 五万年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是沿用目前ROC 这个他们实情博物馆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中期跟新石器晚期跟金属 那个金属器时代 先后来台湾 先后来台湾 一批太亚族 州族 邵族 南海的时间六千五百年 那 再来就是第二例 就是台湾族 北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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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例是希拉雅跟阿美族 希拉雅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台南 有没有 希拉雅什么文化公园 就是 走高速公路的话 就可以了 就知道希拉雅 也就是说 原住民不是只有在东部 中央山外 世上讲的台湾 在台湾民政府 未来执政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的原住民 这个名称 因为大家都是原住民 没有什么 你们 曾经在日本时代 有分生番跟熟番 生番跟熟番 所以 这个就是 台湾人迷失了很长段时间 那迷失了自己之后 都忘记自己的祖先是谁 就以我的 最 以我的经验来讲 这也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 存在 我刚刚提到 我的名字叫陈泰山 姓陈 我姓陈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们家主用这个陈 不到50年 50年 为什么 是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 强迫台湾人 一定要有汉险 要让台湾人 能够跟中国 强势联系 好 我看到我的阿嬷 姓陈 她是被迫 每天他们把他们的兄弟姐妹带到护正事务所 护正事务所 护正事务所的那个承办的人也就告诉我的阿嬷 他们说 你姓什么 他怎么知道 他连所谓的华语都不懂 然后呢 护正事务所的人呢 他就在那边 找一个方块的木头 那一个方块木头 如果一粒方的小木头 它不是会有一个面吗 像骰子一样 对不对 这个骰子上面都是颗杏 百家杏 然后就叫我的阿嬷 来 你自己骰 看你吃什么杏 十八 好 你去姓陈就姓陈 是这样的 对 对 我的阿嬷姓陈 结果阿嬷的亲哥哥姓张 亲大姐姓氏 那我们要去圣中 去追祖先的时候怎么追 明明亲兄弟 为什么不同的姓 好 这个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那 我知道我阿嬷是这样 取得这个陈的姓 到我的孙子 到了真孙 就我的真孙可能没有看过我的阿嬷 然后到了第六代第七代之后 我的真孙就说 我们姓陈 我们来做一下祖父吧 就开始研究了 他就以为我们姓陈 那从中国来了 那我们到中国寻亲吧 这是一个 那你们听到我们的真实的故事 你们会怎么想 原来我们是被 在这个阶段被强迫 跟中国做的连结 做了这个连结 就是我的孙子 要去中国寻亲 去寻根 结果寻不到 会像谁的状况一样 谢长廷的状况一样 谢长廷 他说我要去找谢氏宗祠 结果到了中国 找不到 找不到之后呢 中国就拿 随便盖了一个木轴 这个就是你的祖先 实在那么的草率 那台湾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 只是我们的教育不允许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 再来 第二批 这个是在中部一代 然后 达武族最年轻 500年轻 那不是很奇怪嗎 达武族这么晚来 为什么叫原住民 这个格玛兰 西拉雅 这么久 为什么不叫原住民 那是因为 这些人存在到 还存在 只是他们失去了语言 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所以因此 他就遗忘了祖先给他们 他们是怎么来的 好 再来 不要说我没有证据 证据就在这里 这是林家导 我们认识的台中市长 不在东部 是在西部 台中 发现了一个安妮的遺址 几岁 4800多岁 这个证据就在这里 这个阿嬷生了一个小孩 很安详的 睡在这个地方 4800 这个时候呢 金家长就很高兴 哇 我们确定不是从中国来的 因为我们的人 我们在台湾 在台中这个地方 有更早的人 比中国还早的人出现 有证据 中国还找不到证据 顶多就是什么 秦始皇 那个什么 兵马俑 再早一点点 可能还有 再往前 所以一两百元 可能还有东西 以前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按照我这样的论述来想 祖先 祖先 祂应该要拜我们 来台湾拜祖先才对 不是我们去拜祂 搞错了 有没有 这边 昔石气石代周期的人 一具二十多岁的妈妈的生肯 一具未满周岁的英文的名牌 而且还不是只有一对48具排列整齐的人物 经过探14年代建设 认定了4800到4000年轻的人类 在台中发现了史前人 史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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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已经证明了 代表台中的历史不是汉人来台 开台三百多年 这个是有政绩 有批证 没有乱讲 但是这个政绩到目前 ROC的政府还不敢把它列入正式 这一些台湾的人怎么称呼自己各组 泰雅的族叫达亚 恩怒 祖吾 塞下 达吾 达吾不是人的意思 为什么阿美族叫阿蜜斯 阿蜜斯是因为阿美族比较 靠从巴黎一代来的 好像我听我的阿公讲说 我们的祖先是从巴黎光复过来 也是北边 有一天他们的根座地不够了 就开始往南迁 迁到靠近台东市的时候 那是北南族的传统领域 北南族就问阿美族说 诶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 阿美族就说我们是哪里 阿美赛跟阿美 我们是从北方来的一群人 那阿美族自称 自己为帮寨 帮寨的意思是人的意思 像台湾族也是一样的 白碗都是 这个我信不信一些 一些长辈 他们就说确实是对的意思 這是台灣的圓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圓處理就是這個中央沙漫以東嘛對不對 事實上以西一堆 有沒有西拉雅在這個東南部地區 馬卡道在屏東地區 紅亞族有沒有 這個蓋達格蘭賽夏 道卡斯在新竹蓋達爾 接下來進入到我們的主題 台灣地位的歷史軌跡 那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到現在紛紛牢籠 但是呢 以目前的這個執政者不願意面對現實 不願意面對真實的現實 那有關民土主權的問題 南海的問題 你看鬧得這麼厲害 為了什麼 為了島 一個小島 為了一些礁 那個連跟蹤都沒有辦法跟蹤 為什麼他搶成這個樣子 搶到最後會打起來 為什麼 因為大家 大家發現那個地方有什麼 有利益 有利益 石油不只不只 不單單是石油 可蘭、冰、天蘭、氣蘭 都很豐盛 最重要的還有裡面 台底裡面的那種 珍貴的那種礦物 那些稀土 很稀有的那些 可以作為一些高科技的材料去利用 我想這簡單 我們看過去 到其實 第一階段就是 19 1895年到1945 1945年 第一階段 可以 有1945年 這個階段 是整個日本在台灣 要投資的最威煌的時代 五十一 一直到了 8月15號 日本宣布投降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後 1945年 9月20日 南無君土帥發佈的一般命令 第一號 你們有沒有看過 你們知道什麼叫一般 一般命令 第一號 這個關係到台灣被佔領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個命令 好 來 我們來先看大公園 掌針 為什麼要從大東亞戰爭 戰爭 就是因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這個 開始引起的 大東亞戰爭 我先看看大東亞戰爭 的背景 醜陋自大的歐洲貴族 在那個時候的歐洲 算是 最文明的區域 歐洲都是最文明的 最先進文明的區域 每一個 每一個歐洲的 有名土的這些國王 都自成一個國家 他先成一個國家 所以呢 帝國主義 稱帝 稱王 這邊太平級了 所以因此要到哪裡 就開始去尋找殖民地 去尋找殖民地 那麼尋找殖民地 誰先搶到 就誰先贏 誰先搶到誰先贏 那 可是呢 他們在搶這塊土地的時候 因為這邊的土地的人 還是過著比較延遲的生活 所以因此呢 他們不懂什麼文明 不會利用一些資源 來加工改良 所以因此呢 這些 從歐洲來的這些 這些國家 這些軍隊呢 就進入到新的一塊土地 發現整個亞洲 是一個處理地 澳洲也好 美洲也好 都一樣 那到了那個地方之後呢 因為很遠 所以 一定 而且當地有人 所以會統治到當地的人 那當地的人怎麼樣 做奴隸 做奴隸 做為這個 為主奴隸 那奪取民土 政治上控制 所以他們用不同的方式 來擴張他的利益 擴張他的利益 好 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需要基地 戰略物資 反中國 交通 反控制線 就像 那個 東南亞的 馬六甲海峽一樣 馬六甲海峽 他是一個 歐洲到亞洲的 重要的一個 那個航道 跟南海 也是一樣 你看光是一個大一國險 在那個時代 世界有四分之一的土地 都是英國的 勢力 反而 所以 因此就會有什麼自治領 什麼 直俠之民地 可是這些頭都是 那個 白的 白的 像南非也是一樣 在非洲 那在澳洲 到目前為止 是 還是大英帝國的 那個 有效的領土 只是呢 他把這個領土交給 當地的老百姓 來去投票 所以到現在為止 澳洲沒有總統 他只有總理 加拿大沒有總統 只有總理 然後呢 總理 他們總理選舉 選上之後呢 他們就要飛到英國去跟 女王 say hello 我來了 我是這次最新的一件 那如果是女王直接 那個任命的話 那個叫總督 過去叫總督 現在叫總督 然後就女王說 都交給你了 我們那個王室 要離開政治的權力棒 僅做這個 類似象徵性的 王室的那種 代表 我們來看歐洲國家 當時 每個國家都有 都沒有少了 葡萄牙哪有 澳門 荷蘭 台灣也有 也是 又是馬六甲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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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被西班牙贊助 好幾百年 那法國 對 也不少 越南那個地方 印度吃辣椒子之辣 那再來就是德國 英國最多 這很美大面 意大利 意大利 比利斯 好 這個時候到日本地步 發現 你們歐洲都來台灣搶 搶資源 搶能源 就號召了 東南亞跟東北亞 這些亞洲的人說 我們要拒絕 歐洲這樣的 激烈行為 拒絕他們 繼續奴役亞洲人 這樣的一個政治狀況 所謂因此 就發起 發起 建立所謂 大公牧羊 全持續 大公牧羊 全持續 所以一直在 1932年 CM時空 就 總理大臣 就 發 就聲明 樹立 日滿中山國 互相提醒 好 這裡是提到日滿中 日就是大陸的帝國 滿是什麼 滿中國 中是什麼 中是什麼 中華民國 滿中國是普遺的 那中華民國誰的 都是蔣介石 是王金偉 也就是說孫中山 所謂的孫一仙 所成立的中華民國 所創立的中華民國 誰拿到了政府 王金偉 那蔣介石是什麼 他叫中國國民政 中國國民政 在西南方 好 大東亞共南圈 可以放 馬洲國 朝鮮 中華民國 法屬中南半島 東印度 英屬印度 這一些 這些區域 一直到了印尼一帶 馬來西亞一帶全部 最遠到哪裡 新極內 澳洲 紐西蘭 都在這個大陸 大陸的歐隆前 整個大陸的歐隆前 到蘇聯的西國利亞 到歐隆前 大陸的歐隆前 經濟共同 要錢大家一起賺 他們就開會 1942年 已經開葬了 1941年 12月18號 美國 向日港宣戰 1942年 在推行大東亞 共同協議 這些都有 連菲律賓的都有 都在 知智總統 通通有 泰國 北泰國都有 當規模就這樣 這個叫南華泰島 中間一半叫北華泰 有沒有 這一隻龍 有沒有 延伸了到這裡 有沒有 東方一條龍 有沒有 有沒有像一條龍 有沒有 因為現在這個被割掉了 對不對 它就像一條子 那 你看 這隻像是要一個 如果是加上這個 我們過去講的秋海棠 那個叫什麼 一隻大鍋雞 當一隻雞 看到一條蟲 會怎麼樣 會有一種衝動 直接把它吃掉 所以日本趕快要把這個 回 跟二龍師講說 這兩塊土地好像給我 我現在變成東方一條龍 一條龍 好 領土主權 我們剛剛講過 一定是要靠戰爭 簽署和平條約之後 你才有合法的領土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 目前它是一個 上代解決的問題 跟中華民一樣 它是上代解決的問題 他們還沒有進入到 正確的一個國家的那種奠義 因為他們並沒有像美國這樣 美國它是獨立戰爭 打贏了它的中祖國 中祖國說 好啦好啦 土地給你們啦 他就搞了什麼 獨立戰爭 全不獨立 那加拿大跟澳洲 我們一樣 因為那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我們來看台灣 中戰條約的台灣 兩個條約很重要 第一個叫法官條約 第二個叫舊金山無焉 那一個在14月17號簽訂 6月17號生效 1895年 這個我們可以要記起來 1905年簽訂 1905204月28年生效 這個決定了台灣的 現在的地位 然後未來 它會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那有這兩個條約 存在這裡的 台灣跟日本有關係 法官條約 那舊金山合約 決定了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三角關係 我們今天要給它弄清楚 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好 這個叫馬關條約 中日馬關條約 1895年4月17日簽訂 來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看藍色的字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即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做什麼 定立合約 好 我問各位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大清帝國跟大國帝國在簽 也就是說 它不是國家跟國家在簽訂 是什麼 皇帝跟皇帝在簽 也就是說這塊土地 我給你 我跟他 跟某某的對簽 所以這個土地是誰 是皇帝的不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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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後面 批兩國 及其成名 從修平和 共享信徒 不絕將來 分營之段 好 有沒有被強迫 有沒有 從這個文字裡面 有沒有被強迫 甘願的嘛 對不對 而且呢 這裡還有一個誰 他們的宰相 他們的宰 總理大臣李鴻章 跟這個 當然本帝國的總理大臣伊肯伯伍 這個是標準的條約模式 而且是合法的 合法的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重點 這條約裡面的第二題 永久讓日本 我在讀書的時候 老師教我們說 台灣被日本 竊葬50年 剛剛的條約裡面 那個是什麼 有沒有寫竊葬 沒有 所以他們 誰在說謊 我的老師在說謊 對不對 做了一些假的歷史給我們 好 這裡明明寫 永遠讓你日本 對不對 這個沒有爭議 好 再來這邊一個 台灣全島集體 附屬各島 還有寬武列島 清清楚楚 那附屬這邊有附屬各島嶼 其實我不慢慢講 其實附屬島嶼 當然是包含釣魚台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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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釣魚台的 以這個大陸棚架來講的話 是跟台灣是一樣的 所以他在200米水深 琉球群島是1000米 是不同的那個板塊 不同的那個大陸棚架 好 這裡 注意看這個 雲納波島 110公里 釣魚台 離台灣 190公里 為什麼雲納波島 不是屬台灣的 是因為 它的深度 比我們 800多公尺 800多公尺 釣魚台 是不是 你看這個板塊很清楚 對不對 是這樣下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對不對 所以在地理上 釣魚台就是台灣的附屬島 然後 武力征服高沙族的名義 當然過去大概 那個 清朝時期這邊 尤其是我們東部 我們剛剛看到漂亮的地方 那個地方 大清帝國根本打不進去 那時候的 所謂的原住民 守住了祖先祖土地 不讓大清帝國 越雷死一步 一直到了日本 在一般 剛剛 那個馬關條簽完之後 1892年 6月17號 生肖 有一天 他們就跑到東部 西部 很短的時間 就把它擺平了 東部 哇 達了十幾年 後來日本 那個 總督參選 子弟又三人 就問了 美國的禮台 駐台女士 那你們是怎麼用 怎麼處理那個 印第安地區的經驗 你能不能可以推 因為印第安是美國的原住民 好 針對高沙地區 不問題提出意見 他說 這些波摩沙島內的高沙地人 是日本帝國取得台灣 從來未存活成的 過去的口線 我們可以管自己 為什麼要給你們管 就認為說 我們不屬於你們 好吧 所以對日本帝國來講 這個叫做 對日本帝國主權持續叛逆狀態 不願意成福 國家對此叛亂狀態 身方擁有 擁有討華權 身上一頭為我 國家處分而放為內 好 這個狀況是怎麼樣的處 怎麼處分呢 今天日本要統治這個地方 說我們要統治這個地方 剛剛碰到當地人 那個要統治的人說 這個土地是我的 我跟人家牽過來 你要不要跟我們談 那他們討論的結果 他說 部落不是政府 如果說日本當初 如果說這些原住民 成立了自己的政府 日本就要跟那個政府談說 怎麼樣 我們怎麼談一下 可是他不是政府 就沒有國際法人的地位 所以因此呢 部落不算 不算的情況下 你唯一的方法 如果他又不願意拚你的 唯一的方法就叫做什麼 用武力還沒有打 武力 在法力名字叫武力征服 所以因此呢 這個 這個 班第五族論有沒有 班第五族論 並不具國際法人的法力力位 他們研究之後是這樣 武力征服高砂族 七腳槍事件 這是在我那邊 華麗斯那裡 在授封一帶 這個部分 有分三個分 那這裡提到 藍字的部分 五百到六百 是一個很大的部落 一個年齡階層 如果是以六百個人來講的話 十個年齡階層 就多少六千個 也就是他的 作葬金人就有六千個 而且這些高砂族的同胞 是 是小有 上戰彗 碰到那個太魯閣族 太魯閣族 碰到人就是要出草 變人 你們知道過去 日本來的時候 為了尊重這些頭目 他們要照相 每個頭目都帶了一個什麼東西 你們知道嗎 人頭 在照相 在哪裡 在跨 兩腳弓箭 第一排給他們做 第二排才是日本 這些長官 那個照片 就給我公開過來 好 這麼多人 哇 你不能看 哇這個太大了 不行 必須要做出 所以分了三個階段 一直到了 三葉十五年 是 名字是12年 1909年的時候呢 舉行和解揮順一次 好 為什麼要和解揮順呢 三條路可以走 他就跟當地的這處女們說 要嘛你們再去找別的地方 這個是我的 你們你們離開這個距離 第二個 要幫助投降 投降 投降土地給你們用 第三個 打 把你們消滅 消滅 最後 以其被消滅 還不如投降 成為大大大大 帝國的成名 好 就採取辦所謂的 和解揮順的事 第二場呢 過了兩年 三年之後 兩年 在成功 就是在三仙台那一帶 又爆發了 要把那個人趕走 我去問 我去做田野調查的時候 那些老人家就說 我們不願意給日本人管 所以我們要用鼓勵 來跟他們調 那個 季節他的征服 所以因此呢 第一時間停了 第一時間停了 第二 後來 之後呢 有沒有 八月十號 來自台北 宜蘭 台中 台南 台東 的增園 陸續遺跌 繽紛南北 圍繳阿綿 聯軍 最後呢 一樣和解收藏 這個兩顆 兩根柱子有沒有 現在還在 這個是我們想的 盡辦法把教導給留下來 那這個 在哪裡辦 舉行和解醫生 就在這個 派出所的旁邊 就在這一帶 最後呢 就和平的落幕 和平的落幕 那殺警察的那些同目 也沒事啦 也沒有事 就把他大死 那個把他摔傷下去 不過 他就把人掛在 手褲子的上頭 然後把他這樣摔下來 三個月後 還是死了 中的傷 剛才有一年後才死了 好 OK 不過那個 可是他是針對那個 帶頭的那些同目 好 物色事件 這個大家比較清楚 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也不必 講太多的事件 你看 那這裡 我們注意看那個人 1896年到1920年間 死是先後 先後發動 一百五十一次的 狀況 尤其是在 1930年爆發的 物色事件 最唯一的產業 有看到過這部片 的記者 賽克巴萊 有啦 有嘛 對不對 怎麼樣 可以人口對不對 好 你看人住民 就是比別的 比中國人還文明還優秀 為什麼 1930年 現在是20 2016年 80幾年 86年 84年 80年的時間 總會獵人頭到 變成很文明會講 文字會講 各種語言 在文明的這個 進步上 台灣嚴重也是 勝過中國人 勝過中國人 就選舉例 日本人怎麼樣 在台灣投資 你看 從教育開始下 1904年到1944年 台詞日子 從3.8到71 67到92 就是大家都 都已經在 接受教育了 接受教育 好再來 加到今天 這個照片 這是誰 有沒有人認識 不認識 應該大部分都認識 認識就怪了 我跟你們講 這個是 日本 第一 代的天理 日本 第一代的天理 來 公年前 660年前 2月11日到 五到三 在位期間 375年 628年 好 為什麼要這樣 當日本帝國 到現在 已經成立了 2700多年 比秦始皇還久了 我讀書的時候 你們的老師 又在騙我 說 秦始皇為了要 得到了天下之後 他為了要 他認為當皇帝不錯 為了要 藏身父老 所以一直起來 一個大臣 去尋找藏身 產生父老的藥 所以 因此 他就派這個大臣 去哪裡 去日本 因為大臣說 日本有這個藥 所以我要請了 有沒有產生父老的藥 沒有 那 秦始皇是在西元前兩百多年 也就是說 當日本帝國已經成立的時候 秦始皇還沒有起來 還沒有起來 那 你認為 然後呢 那個大臣到了日本之後 就變成日本的祖先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錯誤的歷史 錯誤的教育 根本就是 捏造出來的 我們捏造出來的 故事 都捏造出來的 好 這個人認識了 有沒有人不認識這個 有沒有人認識這個 這誰 出現很清楚嗎 所以 明人第一次代 一百二十五代 這個就是 現任的日本天皇 他說他想要 活著退位 因為 因為通常他們是怎麼記得呢 這個死了這個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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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還活著 我想我今天交給德人 太子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看什麼東西 有沒有 一百二十二代 一百二十三代 一百二十四代 一百二十五代 那什麼圖片那個是誰 第一代 也就是說 日本帝國還存在 天皇在 帝國就在 因為 很多主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這個人 這個地 這個人一定不能不在 一定要在 好 這誰 高德人是誰 這個 這個 有沒有人不認識 不認識的幾首 我可以告訴你 不認識的幾首 那 那 那 不認識嗎 還是 你又經過面 好啦 好 這是誰 來大聲講一下 這高的是誰 歐巴馬嘛對不對 沒有錯 你們講的沒錯啦 要有信心的歐巴馬 這個是誰 天皇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兩個人在一起幹嘛 你們不覺得奇怪嗎 這兩個人 無言無無在一起幹嘛 在2014年 4月24號的時候 他們突然間 歐巴馬 一戰 進見這個天皇 當然 這個一定有 玄外之音啊 一定是有他的政治的意合 一定有他的政治的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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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是不是用武力征服了日本 日本很多領土 依據那個開了宣言 或是他的公告的這些精神 把它寫到就金三合約 那就金三合約 就決定了台灣現在的地位 所以因此台灣現在的地位叫什麼 日俗美戰 日俗美戰 因為 這裡一個 這個 這個是究竟 那個馬關條約的代表 這個是究竟那個 這兩個都是台灣的主要權力的 好 既然歐巴馬也來見天皇 那你身為一個主要占領權股 你是不是要進到主要占領權股的 義務來自執行人 好 那台灣的主要占領權股是誰 我們要先看條約的內容 這是舊金三合約第二十三 八十二十 還好 好 這裡 這裡在國際法裡面 國際戰爭法裡面 一個領土的權力有兩種 就是一個土地會有兩種權力 你知道嗎 一個叫做所有權 一個叫做什麼 這個 那個 把牠犬 就是說 地上犬 所有的地上犬 那 你就好像 我有一塊土地 我租給他一百年土地還是誰的 所有權的人 對不對 除非你把這個土地賣給這個人 把所有錢交給他 全部都交給他 所以這個土地才會死平 否則不知道這個土地 你佔多久 你永遠的地位就是承租 或者是使用這個土地的權力 好 一樣的 到底 美國當初 在 跟日本人簽約的時候 就提到這個部分 他就跟這些同盟國講說 在開羅先言就跟同盟國講 跟蔣介石講說 日本的土地不能佔了幾乎 你們 我們開會 今天開會的目的 不是要去佔有某個國家的土地 不是 這是違反的國際法 所以因此 屬於日本的領土 是不能被割讓出去 如果日本佔領了 或者是侵佔了你們的土地 土地就還給你們 但屬於日本的土地 你們不能佔為幾乎 這是佔領衛尊主權的概念 好 因此 我們要清楚 那台灣的管轄權 誰掌握住了 當然是主要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美麗建 這邊要寫嗎 寫很清楚 原文這邊寫了這件處處 當然是這個部分 好 既然美國對台灣有絕對的管轄權 那 他還有什麼權力 他還有支配的權力 也就是說 假設我是二房東 我跟你租房子 或是房地 我是二房東 我可以再轉租給你 第三個 第三個 這是可以的 美國有可能要這個權力 來 再留意 日本承認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 日本的國民財政 處分的留意 但他有支配權 但他少許 好 這邊也有很重要的觀念 這個叫什麼 紅色這個的 日本承認 欸 來啊 這裡提到日本承認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為什麼要日本承認 我問各位 你的土地 或者是你的土地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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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妹妹可以幫你賣掉嗎 不行 你的媽媽可以嗎 不行 你的兒子 賣掉有沒有效 沒效 地政事務所 那邊一看 你就不是土地所有人 你沒有權利賣掉 也沒有處分的權利 好 重點來看 日本承認代表什麼 代表 這個第二條 第三條裡面的 財產 是日本的 財有效 要你的土地也是一樣的 土地是你的 要你這個人承認 而不是你的哥哥 你的媽媽 你的弟弟 還是你的孩子 沒有的 對不對 一樣 為什麼不是中國承認 為什麼不是 韓國承認 或者是越南承認 為什麼不是 因為他們 都不是什麼 所有權人 有權利的人 主權的人 這個概念聽得懂嗎 可以 所以 這個日本承認 大家要搞清楚 什麼叫做日本承認 他就是 這個土地的 權利 主權的人 主權的人 有權利的人 好 這裡一到 日本承認 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就這個 USNG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USNG 有沒有 You missed that 美國軍事 寫得清清楚 美國軍事 也就是美國軍政府 拿到了什麼 台灣的管轄權 好 我講台灣的 可能大家搞不懂 這邊寫到第二條 什麼叫第二條 什麼叫第三條 來 我們來看條約的第二條 這裡 總共這些都是美國軍政府手上的 包含南海的這些南沙群島 跟西沙群島 來 第二條 第二條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澎湖 島底的一切權利 也就是說 我這個土地要租出去給別人 他拿到的是什麼 使用的權利而已 你要去做設計 你要拿來做飯店 隨便 賺到的錢是你的 那日本不能主張 我這邊有一些利益 日本人不能主張 是 這個美國軍事 好 我們來看 從第一條到第六條 第六條 每一款都有一切權利 權利名義要求 有沒有 都一模一樣有沒有 紅色的字有沒有 每一個都有 有沒有 好 我們來去看 第六條 這個F這邊 注意看 這個叫什麼 南沙 西沙 這就是今天 美國為什麼直接 嗆中國說 中國你們沒有權利 畫什麼 九段線 十一段線 權利在我們 美國人的手上 美國早就知道 國際法庭一定會 判這樣的判刑 早就知道 這個意料中的事情 那歐巴馬都已經警告 中國說 你們在南沙群島的建設 是屬於什麼 侵略的使用 這不是我講的 是歐巴馬 連他們的國法部長 也這樣講 所以 讓大家知道 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角 有沒有 日本的地圖 不是那個龍角 前島、群島就是北方四島 戶業島就是南華派 一個東邊的橋 一個是西邊的橋 都在這個地方 這都是日本的土地 有一天 他要回家 他要回到 主人 就好像有一個 地主 他可能欠他錢 但是呢 欠他錢 我這邊有一塊土地 那他就 就佔用了他的土地 這個土地主 不敢講話 因為那個佔用的人 很兇 很像流氓一樣 有一天 這個主人過世了 他是不是要找基層民 這個基層民 就從美國回來 就看到了土地 這個是我爸爸的土地 你為什麼要佔領這個土地 那個人說 不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的 他說你們的 那你拿出權杖出來 罵不出來 就是告到法院 最後 法院會判給什麼 判給 對 所有錢人的小孩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只要沒有一個合法的過 過戶的程序 那永遠都不是 那個新的地主 絕對還在回原來的地主 好 再來 第三講 信託的部分 這個有沒有 日本同義 美國北魂十九度以南 西南群島 就是指那個流氓群島 有沒有 松枝鳥島 之前不是 馬鈴鐺說 松枝鳥是教 都市島 有沒有 松枝鳥島 南島等地 交給 就叫脫管 所以 這個松枝鳥 是不是有美國的 障礙在裡面 因為它平放 因為它平放 這個松枝鳥 這個松枝鳥